你保护他们 谁保护你呀 我命大 没事 小叔叔 光耀哥哥 你没事吧 小叔叔 你没事吧 没事 光耀 你 你这胳膊怎么了 没事 一点皮外伤而已 包扎一下就好了 剧毒办 这里的事就交给我吧 续成 好 带你家少帅包扎一下 那就有劳谭司令了 小帅 光耀哥哥 顾小姐 感谢谭司令出手相助 小女才能够安然无恙 谢谢 穆公 您客气了 这次多亏了婉婧小姐 及时发现了刺客 撞开了她 不然还有很多伤亡了 穆公 因为婉婧小姐是第一证人 所以一会儿审讯的时候 还需要她做个人证 您看方便吗 自事提大 小女自当配合 只是烦请谭司令 在审讯刺客时 关照一下小女 免得受到惊吓 穆公 放心 我会照顾好婉婧小姐的 谢谢 烦儿 您先回去吧 那你们小心点 没事 司令 约瑟夫人呢 在一楼关着呢 走 去看看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真被吓着了 谁一把鼻涕一把泪啊 都抹人身上了 还说呢 能不能好 我手劲这么大 没事 走吧 刚刚干嘛不吭声啊 伤得这么重 就是 我看你们都围着徐光耀 再说这点小伤也没什么事 我自己处理一下就行 走吧 我去和酒店要一点酒精和绷大 先帮你处理一下 不 你先去吧 你要把衣服脱掉 你要把衣服脱掉 你都不敢看我 怎么给我包子啊 谁说我不敢看啊 好 算了 这些伤疤太多了 怕吓到你 让他自来 吓不到我 坐着别动 他看你 你也有点疤 忍着 好 你这些伤更疼吧 还好吧 你身上这么多伤 一看就是打仗冲在最前面的 你就不怕死啊 我身后的都是兄弟 我死也不能后退 我是首帅 我得保护他们 难怪年纪轻轻 就能让谭家军死心塌地的 跟着他南征北战 你保护他们 谁保护你啊 我命大 没事 是 你看见这个伤口吗 我十五岁那年留下来的 十五岁 你知道 中弹是什么感觉吗 说起来挺好玩的 刚开始你不会觉得疼 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你 很麻 很热 如果不是弹孔流血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中了弹 但是几秒之后 就是钻心地疼 你根本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当时你还能闻到自己弹孔的气味 那种气味就像 就像烤肉一样 你怎么熬过来的 疼着疼着 就习惯了 你这种感觉 忍着点 好 你想要了我的命啊 谁要你的命啊 那不想要命 要人啊 轻点 就是不能对你太好 没有伤到骨头 记得按时吃药 伤口别沾水 谢谢 谢谢大夫 谢谢了 你和这个沐小姐 不是她替你当人质 就是你替她受伤 还真是剪不断 理还乱呢 光阳 这名刺客什么来路啊 我没和她说上几句话 就被谭选林击毙了 不过这名刺客 还有两名同伙 现在被谭选林关起来 正在审讯 我们是不是 也应该过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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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